哈喽哈喽哈喽我是Tina 谢谢知道有很多小可爱都是学生对不对 可能对职业规划和发展有很多疑惑对不对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唠唠课聊聊职业的选择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职业背景 回国之后呢就到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 工作了一年半之后就辞职 然后现在在全职做自媒体 可能有人会不理解为什么在互联网大厂有稳定的工作 不错的薪资待遇 就选择全职做自媒体 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媒体是一个吃青春饭的工作 那当自媒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这期视频体解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这一路职业选择的心路历程 还有当自媒体的体验 首先要讲的是为什么开始做短视频 我是在17年开始拍短视频的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要做自媒体 但比较新的是当时我身边有做自媒体的人 那会儿我在做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在业余时间做休息定制 有一次呢我就在画画的时候顺手拍了一条视频 然后看了之后呢就说 嗯你这视频不能这么拍 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拍 于是呢我就开始尝试做短视频了 因为女生嘛 我本来就对时尚美妆这些东西还挺感兴趣的 所以一开始视频的方向也是往这方面去靠 所以短视频其实算是一种内容创造 相比起我的本职工作 我会觉得短视频更加有意思 所以基本上每周都会拍一条 当时的本职工作其实就需要跟自媒体打交道 对这一行业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再上那会儿真是短视频的风口 于是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入行了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辞职全职来做自媒体呢 最现实的一个原因 收入工作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我比较幸运 刚开始做短视频之后 差不多两个月就有品牌找上面来要拖广告 当时我的感受就是 拍视频还能赚钱 于是后来呢我就更加努力的勤更内容了 当时的收入一下比我的本职工作高了不少 当然除了收入之外 自我价值的实现感也是我选择做自媒体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因为当时的公司是一个大门户 虽然是传统媒体吧 始终呢给内容创造的空间还是太小了 而做自媒体呢就可以在自己的账号上面 随时随地的传递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在你的内容观点获得认可之后呢 会非常有成就感 我是在去年8月份正式辞职的 当时已经做短视频做了有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在那个时候我做短视频获得收入 大概是我本职工作工资的10倍 10倍 因为短视频这块的活越来越多 实在是无法兼顾本职工作同时在做短视频这边 所以呢权衡之下我决定辞职 全身心投入到短视频上来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在全职做自媒体了 这主要收入来源来自于广告 所以日后替解要是接了一些广告的话 希望娇可爱们能够包容理解一下 已经要靠这个恰饭 不过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精心挑选广告 一定是真的好的东西才会推荐给大家 接着再来讲一下你们好奇的 当自媒体是怎样一种体验 当自媒体最爽的一点就是时间自由 不用招酒玩物的打卡坐班 及地铁及公交 可以自己掌控工作节奏 因为时间自由了还可以错开旅游高峰 跟小姐妹们想什么时候去玩 就什么时候去玩 错开旅游高峰的话呢 机酒价格都会便宜很多 而且人也会少一些 但因为时间完全自由 更需要高度的自律 不然就可能会过得非常浑浑噩噩噩 那对我来说 当自媒体最开心的一点 就是能够输出观点 当我看到我的内容能够 误误一些人 与一些人启发激励和说力量 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特别有成就感 那当然当自媒体的话 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享受带来影响力的同时 也会受到一些舆论的压力 之前我段时间 从感情到长相到内容 不管我做什么东西都有人不喜欢我 遭遇网络暴力最严重的时候 我甚至不敢看评论 当时就非常怂 每次发完内容之后 就会立刻退出平台 不敢看评论 不敢看私信 直到今年澄清了一些误会之后 情况才有所好转 毕竟被误解释表达者的宿命 之前我很多负面评论 都来源于误会 在误会解除之后 我发现绝大部分的网友 都是非常善良的 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我的内容 就鼓舞着我 更加努力的去把内容做好 自媒体是一个 高风险高收益同在的工作 因为虽然说收益是多的 但是它是不稳定的 吃完这一顿 永远不知道下一顿还有没有 所以全职做自媒体以来 我跟朋友最常讲到的一个词 就是焦虑 没错 我会非常的焦虑 收入不稳定让我焦虑 数据的变化也会让我焦虑 关于这个行业的未来前景 它到底还能走多远 也会让我焦虑 一切都是非常不确定的 虽然我前面说了 这个行业能挣不少 但是它不是一个 一开始就能挣很多钱的行业 需要有内容的积累 和长期的运营 如果你是完全为了赚钱而做的话 可能很难一开始就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是真的还挺喜欢内容创作的 不管是分享还是记录生活的Vlog 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的事 那这一点相信大家也能看到我的诚意和进步 如果有小可爱想要尝试做自媒体的话 提借的建议呢就是 你可以先在有稳定工作 或者说是学业的业余时间里 尝试做这件事情 当你能够有稳定的内容输出 并且有一定稳定的收入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全职做这件事情 我们这期视频呢大概就是这样啦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了在评论点赞 表达你们对我的爱 我们下期见 拜拜